当一个男人有了女朋友,他会变得更好,也会变得更自信 除此之外,他会变得温柔体贴,懂得照顾人 总而言之,男人有了女朋友以后,他会变得更优秀,也会这样改变自己 一,男人会注重外表,穿衣打扮 男人有了女朋友,大多数都会注重外表,并开始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买搭配的衣服 要知道,一个从不注重外表的男人,每天穿得很随意 衣服也是几天补换,很邋遢,那么这样的男人其实很难交到女朋友的 之所以交不到,其根本原因就是你无法被女朋友带出门 他也不好意思把你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不然别人看了会觉得他眼光低 所以男人为女友面子,也为了自己,谈恋爱的时候就应该多注重自身外表形象 二,男人会和异性朋友保持距离 男人有了女朋友,就会主动和别的女人保持距离 不再有太多联系,甚至断绝来往 有一句话说,如果你真心喜欢对方,就不会做出令对方伤心难过的事 而有了女朋友,还跟异性或者前任没距离,就是令对方伤心难过的事 所以,男人交往的时候要有距离,别跟异性走太近 毕竟,你都有女朋友了,就不能在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 三,男人会努力工作给你未来 努力工作的男人,说明他上进有担当 当一个男人有了女朋友,就会努力想要给你更好的 比如给你一个家,给你买喜欢的礼物 给你浪漫的约会,带你去旅游等等 而这些都为你做的,往往离不开物质 因为没有物质的爱情竟然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 走两步就散了,所以只有你努力工作才能给他想要的未来 不辜负他的爱 四,男人会遵守承诺,言而有信 说到做到,是男人最好的承诺 通常来讲,女人看一个男人的品行如何 会从遵守承诺开始 因为,要愿意旅行承诺的男人,品行都不会太差 只有那些说了很多大话,却不实现的男人 才是女人最不想交往的男人 所以,男人有了女朋友,谈恋爱一定要遵守承诺 别轻易让女人对你失去信任 五,男人会给你时间,陪伴守护 当一个男人有了女朋友,改变最大的就是 时时刻刻想跟对方在一起,无论多晚 同时,他也会把自己的时间给女朋友,陪伴守护她 而一个能陪伴守护女朋友的男人 说明他心里是很在乎女朋友 不想错过和他在一起的时光 只有在乎了,才会去陪女朋友看星星,看月亮 也只有在乎了,才会把自己时间给他 以上就是男人有了女朋友的五个特征 坦白讲,男人有了女朋友会改变很多 有的从来是不做饭的 可自从有了女朋友,就学会了做饭 还有的是拖延症,走没时间概念 可有了女朋友后,就开始注重时间了 最后,希望每个有女朋友的男人 会变得越来越优秀 并和喜欢的人接受走进婚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